好,大家好 今天我们的学习目标是通过Metalab来建立符号表达室 那么Metalab在这个建立符号表达室方面呢 它的功能是非常强大 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会用这个Metalab来建立符号表达室 来帮助我们来解决更多的专业的数学问题 那么首先我们看一下代码 那么第一个代码非常简单 ClearAll,清空,对吧 我们要把这个清空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把这个命令行 命令行窗口给清空 包括我们的这个环境变量,对吧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要建立符号表达室 首先我们要建立四个符号 那么这四个符号呢 其中ABC是三个这个常数项符号 X呢是这个自变量符号 当然有同学会说 老师你这么知道 当然这是我在后面的这个里面 我通过这个以前学的这个还有自变量的这个表达室啊 我规定这个X呢 它就是这个自变量 我ABC呢就是常数项 所以说这是我自己规定的啊 它本身并不能看出来它是这个符号 它是这个常数符号啊 还是自变量符号啊 是你自己定义的啊 那么SIM这个函数呢 它就可以帮助我们来创建啊 这样的符号 对吧 那么这里我们通过四次SIM函数 那么前三个呢 是我们规定是创建的三个常数符号 那么第四个X呢 才是我们创建的这个变量符号 那么有了这个四个符号以后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比较坦率的啊 来建立我们的这个符号表达室啊 那么这个符号表达室的名称叫F1 那么A呢 是我们刚才所建立的这个符号 对吧 那么我们规定它是这个常数符号啊 X呢是自变量 X对吧 它也是符号 那么我们所创建的F1呢 就是AX的三次方 加BX加C 那么其中ABC是常数符号 X是自变量 是这个变量符号啊 那么F1呢 它是一个整体 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个整体 那么看成整体之后呢 比如说我这个G呢 可以等于这个F1的三次方 加6倍的F1加9 那么F1是作为整体 对吧 好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F1的创建 我们执行一下 那么执行完毕以后呢 F1按照我们的这个规定 对吧 输出AX的三次方加BX加C 没有问题啊 然后呢 我们再把F1看成整体 再输出G 那么看成整体之后 输出G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的执行 结果 明显这里面没有F1 对吧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把这个F1替换了啊 替换成这个AX的三次方加BX加C 那么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我们之前 SIM定义的只有ABCX 没有定义F1 所以它必须要替换 那么这是给大家强调一下 那么这是给大家强调的一边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F2啊 F2呢是等于这个SIM 那么它是直接创建这个符号表达式 那么它的内容呢 是A乘以X的三次方加BX加C 我们可以看一下单独看一下它的执行结果 对吧 没有毛病 那么我们刚才看到 通过四次调用SIM比较反啊 能不能一次性解决问题呢 答案是肯定的 是可以的 那么具体通过什么函数呢 通过SIMS啊 通过SIMS函数 那么此时此刻 我们就创建了三个这个常数符号 和一个自别量 当然这是我们在内心里定义的 你的心中定义了三个自别量 三个这个常数符号 和一个这个自别量符号啊 那么F1呢 是等于A乘以3 AX的三次方加BX加C 我们可以运行一下 对吧 非常简单 那么G呢 是等于F1的三次方加6F1加9 那么F1肯定是要被替换掉的啊 被我们这个右边这个要替换掉的啊 因为我们定义的还是ABCX没有F1 好 我们可以运行一下 对吧 那么关于这个后续的 本节课的学习目标 是符号函数 和这个符号方程 那么确确的说呢 是这个MATLAB啊 建立这个符号函数 和符号方程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符号函数 首先我们要清空 对吧 清空 然后呢 我们定义两个这个符号 一个是X 一个是Y 此时我们这个右边的窗口 已经创建了这个X和Y 然后呢 我们这个创建符号函数 对吧 那么第一个函数是F1 F1呢 是等于这个9乘以X点9的三次方 加3X加Y 加6的X次方 我们可以运行一下 看一下我们的F1 对吧 然后我们再创建F2 那么F2呢 其中它的分子呢 是我们所刚才创建的F1 分母是9X 没有毛病 对吧 然后F3呢 是通过SIM直接来创建 那么通过SIM来创建呢 其实跟我们刚才这个创建效果 是完全一样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对吧 完全一样 那么这是关于符号函数 那么接下来再给大家介绍符号方程 那么先清空一下 那么还是啊 那么此时此刻工作期 没有了这个符号 对吧 那么创建两个符号 X和Y X和Y 然后呢 我们既然是方程 那么它应该是 有等于号的左边和右边 对吧 那么怎么创建符号方程呢 我们通过调用SIM 这个函数来创建符号方程 那么SIM 这个里面呢 就是我们所创建的方程 比如说6乘以X点6的六次方 加6Y等于0 我们可以运行一下 那么这是我们的11 创建的11 那么这是它的方程 那么12呢 是等于这个6X的平方 加6X加2等于0 这是这个12方程 大家注意一下 那么它这里呢 是两个等于号 两个等于号 好 那么本杰克呢 关于Metalab符号函数 和符号方程 就给大家通过两个简单的例子 就可以 那么大家下期会可以掌握 练习一下 非常简单 对吧 好 那么接下来给大家介绍 Metalab符号表达式的 加减乘数 那么这个加减乘数呢 不管是在我们以前学的 这个普通的这加减乘数 还是符号表达式的加减乘数 那么它是作为最基本的一个 呃 知识点 那么首先我们定义 XYZ三个符号 啊 那么我们F1呢 是等于3X加cosX F2呢 是等于这个 刚号下X和这个 加上1.Y 对吧 那么F3呢 是2的 log2X加logY 然后对它进行加啊 乘啊 除啊 对吧 那么它的加乘数 类似于我们以前学过的 这个一般的加乘数 啊 非常简单方便 那么大家可以执行一下 看一下它这个结果就可以 那么大家会用就可以啊 那比如这是它相加的结果 对吧 那么它的顺势呢 可能给我们调整一下 对吧 好 这个不影响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 相乘啊 这是它相乘的结果 相除的结果 对吧 那么通过这个来区分 分子和分母 啊 非常方便 好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Betalab符号表达师的常用操作 那么这个操作呢 就是这个Fentasim这个函数 那么这个函数 它能实现什么呢 这个函数 它这个主要是寻找 这个我们的这个符号表达师中的这个变量啊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Sims MNY MNXY 四个这个符号 呃 变量对吧 那么我们的这个AF表达师呢 是等于这个这么长 对吧 我们也不读了啊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函数呢 一下子就可以求出它这个 符号变量啊 那么其实就是我们刚才定的MNXY啊 但是通过这个可以求出来啊 MNXY 对吧 非常简单 那么关于这个Metalab 好 这节课给大家介绍一下 Metalab符号多项式的音式分解 那么关于这个符号多项式呢 有时候我们想对它进行一个音式分解的一个过程 那么怎么实现呢 那么Metalab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函数叫Factor Factor 那么这个函数呢 可以帮助我们很快的来对一个多项式来进行音式分解 那比如说 我们这里有一个这个音式分解的目标 多项式叫这个X的八次方 减Y的八次方加X的四次方减Y的四次方 如果让我们人啊 单独去做这个音式分解工作啊 可能我们这个大脑会死很多细胞啊 对吧 但是如果通过Metalab来做的话 非常方便啊 一个函数就搞定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音式分解啊 它的结果啊 非常简单方便 对吧 那么大家可以下去玩一下啊 大家好 本节课的学习目标是符号表达式的展开 那么我们通过三个小例子来给大家讲述 表达式展开 第一个例子是多项式的展开 第二个例子是三角函数的展开 第三个是指数函数的展开 那么为什么要讲这三种展开呢 因为这三种是我们在这个Metalab编程中 如果说你要用到这个展开 那么这是三种最为常见 常规的三种 所以说必须要掌握啊 比较经典 然后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首先要定义这个两个符号 一个是X 一个是Y 其实就是两个字变量 对吧 然后呢 我们的F1呢 是X-Y的三次方 加X加Y的两平方 对吧 那么这是个最一般的这种多项式 对吧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Expand的这个函数呢 可以把我们这个多项式来展开 我们可以运行一下 看一下效果啊 好 那么它展开以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展开以后 对吧 这是完全展开 那么大家如果在这个上初中的时候 应该都学过这个 怎么展开一个多项式 对吧 那么这个就不细说了啊 如果你不会的话 那你就看一下这个初中数学啊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三角函数的展开 那比如说我们这里几粒是三函数 对吧 当然也可以是一旋等等等等啊 那么这统规成为这个三角函数 对吧 那么三角函数里面呢 是X.8Y 那么我们让它来进行一个展开 有的同学说这怎么展开啊 它本身就是这怎么展开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那么它展开的是很长的啊 很长 那么越展越复杂 有的同学说 对吧 其实呢 你看怎么看了啊 那么其实呢 每个cos 还是sin里面 对吧 那么它里面呢 只有这个X或者Y 所以说它是这个严格意义上啊 这是 这才是展开 对吧 那么再看一下这个指数函数的展开 那么指数函数呢 是E的3 X的三次方加3Y 然后我们把它展开 它能变成什么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这是它的这个展开 对吧 它其实就是展开成相乘的形式 相乘的形式 那么相乘的形式呢 其实就是相加 3Y加上3X的三次方 对吧 如果你把它这个指数展开呢 其实就是变成了相乘的形式 对吧 这个大家应该都会啊 学过数学应该都会 好 那么关于这个表达式的展开呢 今天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这三种要求大家一定要掌握 那么